每日福音 那时耶稣对犹太人说 我要走了 你们必会寻找我 但你们将因自己的罪恶而死 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 犹太人便说 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 难道他要自杀吗 但耶稣又说 你们属于地上 我来自天上 你们属于这世界 而我不属于这世界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将因自己的罪恶而死 如果你们不信 我就是那一位 你们必会因自己的罪恶而死 于是他们问耶稣说 你到底是谁呀 耶稣回答说 我一开始就对你们说过了 关于你们 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要谴责 但是派我来的那位是指真者 我从他那里 我从他那里所听到的一切 都要向世人宣告 他们不明白 耶稣是对他们讲论有关父的事 于是耶稣说 当你们把人子举起来的时候 并会知道 我就是那位 也会知道 我不凭自己做什么 但我只说 父所教导我的话 派我来的那位 与我同在 他从不让我孤单 因为我永远做他喜欢的事 耶稣说了这些话 很多人就信了他 让我们再次回想一下 今天福音中耶稣这一段话 感觉上不太像是与人对话 比较像是自我表露心声 一方面他的心情复杂 既有无奈和悲愤 当然也有希望和平安 他之所以感到无奈和悲愤 是因为法利赛人固执于恶 不肯听信他 甚至想要杀害他 另一方面呢 因为他体会到父的同在 所以抱着希望和平安 并深深地相信 父绝对不会让他孤单 后者应该是信友的生活态度 我们要和天主保持亲密的关系 无论身处于何种境界 遭遇到何种困难 都该信任天父的爱 始终与我们同在 更要保持着希望和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就让我们更加地将自己 交托给主吧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每日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明天别忘了继续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